第811张周园上场,弓、棒薄浩瀚的元气宛如风暴一般自陈北风体内爆发出来,四周的湖面都是被掀起惊涛骇浪。那1500万元气星辰底蕴,引来了诸多震惊的视线。谁都没想到陈北风隐藏得这么深,甚至连火格中,除了吕霄神色平淡外,其余的副格主也是一脸的惊异。陈北风的风铃文竟然达到了八成完成度。 王陈帅先师声道,要知道,八成的完成度,在他们火格都算是屈指可数,即便是他,如今也不过才堪堪达到这种程度。 以往的他,在面对着陈北风时,还稍微有些低看,然而如今他才明白,如果后者毫不保留的话,他还不一定就比得过。 其他两格中,同样是在此时传出了诸多的精华声,可见陈北风此时暴露的实力有多么的震撼人心。 林阁那边,那名为讲蛮的魁梧男子重新从湖泊中爬了回来,捂着嘴巴嗡鸣地道,这陈北风藏得也太深了。 沐清燕清美的脸颊上也是有些凝重,轻叹道,叶冰林要输了。 沐流怂怂间,道,我先前就说过了,今日风格能与陈北风相争的,恐怕只有那个半猪吃老虎的家伙。 沐清燕闻言,依旧是有些怀疑地看了周元所在的方向一眼,若是其他人这么说, 他真是半点都不信,可慕流这家伙的感知素来敏锐,所以他也只能半信半疑。 在那全场位置最高处,沐清脸颊无波地盯着这一幕,淡淡地道,一个神府静后妻, 竟然有本事将凭日礼修炼而来的缘恒封印在体内,而且封印手法如此的完美,真是有意思。 卷昆宗主双目须眯,似是假妹,宛如没有听见西京所说一般。 七京喃喃自语道,看来还真是有必要取消这场格主之争。 卷昆宗主这才睁开眼睛,笑道,西京元老还是稍微年轻了一些啊, 若是你能认真一些的话,那种程度的封印怕是无法逃过你眼睛的。 不过事已至此,取消是不能取消的,不然的话,太不符合规矩了。 七京冷冷地扫了这老家伙一眼,道,你高兴的也扫了一些。 卷昆宗主笑笑,没有再说,而是继续双目须眯保持着假妹,眼前的局面, 陈北风盛事已定了。 嗡嗡,龙魔钻,陈北风望着那从天而降的白玉剧长, 猛得狠狠地吸了一口气,顿时天地肩膀薄圆气顺着其鼻息涌入, 只见得他的身躯都是在此时膨胀起来,最后他嘴巴猛然张开。 嗡嗡,真黄色的风从其嘴中喷吐而出,黄蜂宛如一头黄龙咆哮, 张牙舞爪,疯狂地旋转,尖端似巨大的钻头,连虚空都是在此时被生生地撕裂。 黄龙风钻呼啸而出,直接是与那镇压而下的白玉剧长硬碰。 吱吱,两者碰撞,顿时发出了刺耳的声音,碰撞处的虚空都是在不断地被震裂。 不过那种对碰紧仅坚持了十数息,只见得白玉剧长上便是崩裂出道道的裂痕。 叶冰灵翘脸巨变,空,然而还不带他加住元气,那风钻已是爆发出了恐怖的威能, 竟是生生地将白玉光掌洞穿,撕裂。 吼,风钻中似有龙啸传出,尖端扭动尖,破碎虚空,快若奔雷般地出现在了叶冰灵的前方。 叶冰灵银牙一咬,飞速后退,陈北风见状,脸庞上却是掀起一抹讥讽之意, 叶法一变,风钻速度暴增,最后如一头狂暴风龙,重重地轰在了叶冰灵郊区之上, 狂暴的元气直接是在天空上形成了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咕吱,身躯遭受重击,叶冰灵红唇尖顿时有着一口鲜血喷出, 周身元气波动迅速地萎靡下来,郊区从天空急速地坠落而下。 此时此刻,胜负已分,湖泊周围,也是有着无数的惋惜声音传出来, 一道金色元气将急速坠落的叶冰灵接住,然后卷回了风格众人所在之地。 叶师姐,你没事吧?一秋水迅速地上前接住,有些担忧地问道。 叶冰灵俏脸惨白,眼眸中的冷冽早已散去,眼神有些恍惚, 显然还没有从被陈北风打败的现实中清醒过来。 叶师姐,输就输了,没事的,一秋水安慰道,叶冰灵眼眶渐渐地变红, 她低着头,声音嘶哑地道,让大家失望了,使我本事太差了。 她为此也是准备了许久,努力了许久,没想到却是这种结果。 中围众人一片沉默,气氛显得极其的压抑,叶冰灵都输了, 这还如何去跟陈北风竞争阁主之位? 湖泊中央,陈北风脚踏元气,立于广场上方, 她眼神计竅地望着这边,淡淡地道, 如果叶富阁主没有再战之力,那便认输吧。 叶冰灵银牙紧咬,推开一秋水,道,我还没输,我还能再战。 她的神情,充满着不愿服输的倔强,因为她知道一旦陈北风成为了风格阁主, 将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她勉强上前两步,然后体内的伤势直接是领得她唇脚有着一丝血迹浮现出来, 周深元气也是极端萎靡。 不过,就在此时,一只手掌从后方握住了叶冰灵柔嫩的肩,将她强行地停了下来。 叶冰灵微微挣扎一下,却是无法摆脱,只能转头, 然后便是见到周元孝盈盈地站在她身后。 叶师姐,你的任务是测试她的底牌,现在来看,已经完成得很圆满了。 周元孝道,叶冰灵被吃咬着嘴唇,而且叶师姐,你名气已经不小了, 如今这个场面,还是让我也露露面,赚个几分名气吧。 叶冰灵闻言,有些好气又好笑,这家伙当这里是戏台子吗? 如果实力不足的话,上去简直就是自讨苦吃啊。 哪里还能赚什么名气,周围的众人,也是有些疑虑地看着周元, 他们算是听了出来,周元这是想要上场了。 可怜叶冰灵都打不过此时的陈北风,周元这神附近中期上去能有什么用? 不过被周元这么一阵插嗑打混,叶冰灵心中的难过也是稍退了一下, 他美目盯着周元,最终叹了一声,道,如果打不过就不要勉强。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陈北风就算是成为了阁主, 也顶多只是有些优势而已。 周元笑着点点头,然后迈开步伐,越过了叶冰灵。 于是天地兼有着无数惊疑的目光投射而来,汇聚在了周元身上。 而广场上空,陈北风见到这一幕,也是轻笑出声, 然后玩味的道,哦!周元,你这是打算临危寿命, 想要上演一场力挽狂澜的精彩好戏吗? 全集他笑容收敛,眼神渐渐的变得冷立起来。 不过可惜,这场戏,还得问问我同不同意了。 第812章够了吗? 空,当周元的身影冲天而起, 如炮弹一般的落在湖泊中央的广场上时, 这天地兼无数道目光都是带着诸多奇特之色的汇聚而来。 那是,风格新来的那位副格主,周元。 他这是打算上场了吗? 连夜兵临都输了, 他一个神附近中期上来能顶什么用? 简直是自取其辱啊。 看来是不甘心,实力差距摆在那里, 不甘心又能如何? 诸多窃窃私语的声音在湖泊周围传开, 不过显然,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周元。 毕竟周元虽说创出了风母文导致在四格声明确起, 但眼下这场阁主之争, 拼得却是实打实的实力。 所以在他们看来,周元此时的上场, 只是出于内心的不甘心而已。 但这种不甘心,又能改变什么? 火格处,吕肖面色平淡地望着这一幕, 然后对着身旁的韩渊道, 果然是耐不住了。 韩渊道是饶有兴致, 笑咪咪的道, 这小子胆破倒是不错啊, 连现在这个状态的陈北风都敢招惹。 吕肖道, 那是因为他知道他不得不站出来, 不然一旦陈北风成了风格阁主, 往后他的日子就难过了, 不过虽说他只是神府境中期, 但战斗力确实相当的强横, 据说他拥有着变异神府, 元气底蕴相当不弱, 如果他踏入神府境后期的话, 陈北风不会是他的对手。 变异神府, 韩渊这才感到有些惊讶, 变异神府毕竟算是少见了。 那倒是有点意思, 韩渊笑了笑, 不过神太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他与吕肖都算是天渊与神府境内的顶尖层次, 连陈北风这种都与他们有着不小的差距, 所以就算周元拥有着变异神府, 却依旧入不得他的眼。 至于周元踏入神府境后期的话, 或许还能跟他们搬下万字, 但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了? 说不定那时候, 他们都已经踏足天阳境了。 元气修炼上, 本就是一步快, 不步快, 毕竟, 真要论起天赋, 资源什么的, 他们难道会弱了那个周元不成? 希望这位的变异神府能稍微多坚持一下吧, 不然的话, 倒是无趣了一些。 韩渊嘴角的笑容带着一丝恶意, 他与周元道并没有什么恩怨, 不过后者身受吸睛重视, 并且眼下还一副这么卖力的表现, 让得他内心深处带着冷笑。 咦, 那个人还真的上场了呢? 灵阁那边, 沐青烟看着周元的身影, 然后有些惊讶地对着沐柳说道, 身躯魁梧的讲蛮闷声闷气的道, 可别被那陈北风一招就打败了。 沐柳摇摇头, 道, 这家伙恐怕没那么简单。 他的目光偏了一眼不远处履消雨寒冤的身影, 笑非笑的道, 吕霄, 韩渊这两个家伙虽说实力很不弱, 不过眼力竟确是不及我万一, 也不知道待会见到那周元抱垂陈北风的话, 脸色会不会很精彩。 见到他这服信誓旦旦的模样, 沐青烟与讲蛮对视一眼, 皆是半信半疑。 没想到你真的有勇气上场, 陈北风的身影自半空中徐徐落下, 他双臂抱胸, 眼神玩味地盯着周元, 不过对于周元的上场, 他的心中却是掩饰不住的狂喜之意, 因为这样他就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将之前的那些场子尽数地找回来了。 周元五指握拢, 然后松开, 语气随意地道, 又不是什么龙坛虎穴, 需要什么勇气。 陈北风眼中带着阴冷的笑意, 淡淡地道, 希望你待会还能这么想。 他已是打定主意, 今日要在这所有人的面前, 彻彻底底地将周元打抱, 让得他往后再风格再也抬不起头来。 呜呜, 滔天般的深黄色元气充斥着陈北风深厚的天际, 那股威压铺天盖地的弥漫开来, 元气映照虚空, 显露无数元气星辰, 足有1500万的恐怖数量。 来, 把你的本事都施展出来看看, 陈北风戏谑得道, 周元感受着天地间弥漫的那种元气威压, 神色不变, 下一刻, 有着蛟龙长啸的声音从他的体内爆发而出, 青金色的元气冲天而起, 宛如青椒升空。 他手掌一握, 一枚剑丸凝练而出。 当魔剑丸术, 周元没有半点的客气, 灵力剑气思笑虚空, 下一瞬, 一道剑光破空而出, 宛如奔雷, 直接就对着陈北风披战而下。 然而, 面对着周元这劈头盖脸的一剑, 陈北风双臂抱胸, 脚尖离地树杖, 面旁毫无波澜。 当那剑丸所画的剑光距离陈北风树十杖时, 天地间有狂风乌笑, 一柄深黄色的锋刃凭空明线, 然后与那剑光重重的硬碰。 当金铁之声响彻而起, 掀起元气冲击。 剑光与锋刃, 几乎是同时的倒卷而回。 锋刃围绕着陈北风旋转一圈, 然后凭空的散去。 两人这第一次的交锋, 落入诸多的目光中, 便是不出意料地引起一些哗然声。 周元那一剑其实相当凶悍了, 但可惜的是, 陈北风的元气底蕴超过他足足400万。 在这种元气差距下, 即便周元施展的是上品天元术, 依旧是难以取得什么优势。 韩渊望着这一幕, 道, 虽说神附近中期能够有这种程度的元气底蕴算是相当不凡了, 不过凭此想要打败陈北风, 还差得远了。 他冲着吕霄怂怂肩, 一笑, 看来这风格格主的位置, 此次终于要落到你们天灵宗了。 吕霄神色平淡, 不起波澜, 显然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 而林阁那边, 沐青烟也是秀眉微醋, 看着沐流说道, 似乎有些弱啊。 继续看着败, 沐流慢悠悠地说道, 广场中, 1100万左右的元气底蕴, 陈北风轻笑一声, 似是有些失望的道, 你就这点能耐吗? 如果只是如此的话, 那你恐怕连夜冰零都不如。 周元秀刨一挥, 将那道卷而回的剑完收回体内, 他倒没理会陈北风那故作姿态的嘲讽, 先前的一手, 只是想要试探一下1500万元气星辰究竟有多强。 不过结果也的确让得他有些惊讶, 他这一手当魔剑玩术, 竟然毫无剑术就被对方抵挡了下来。 400万元气星辰的差距, 的确让人心惊, 既然如此, 那就将底蕴增强吧。 周元神色平静, 然后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见到, 他的手背处, 有着淡淡的轻光涌现出来。 要催动风铭文了吗? 不过还是有人摇头感叹, 周元进入风格才两个月的时间, 就算顶天也就将风铭文的完成度达到五成吧。 那种增幅, 应该对大局没有太大的影响, 你还真是打算东凑凑, 西界界吗? 陈北风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以周元那点完成度的风铭文, 能够增幅多少的元气底蕴? 周元手背上的轻光越来越明亮, 在他的周身似乎是有着风声呼啸起来, 天地元气也是隐隐的有些剧烈的翻腾。 如此动静, 终于是引得一些人物光变的惊疑不定起来, 因为这个正是不对啊, 先前陈北风, 夜冰临催动风铭文时, 都未曾有这个动静。 无数道目光, 规矩向周元的手背, 只见得那里轻光在浓郁道极致后, 终于是有着一道古老的元纹缓缓地浮现出来。 那道元纹, 呈现青色, 每一道线条, 都是极为的圆满, 并没有任何的缺陷之感。 有着董行的人瞳孔在此时直接就是一缩, 面旁上有着惊骇涌起来。 完整的风铃文, 尖锐的骇然声突兀的响起, 湖泊周围, 吕霄, 寒冤面色皆是猛的一变。 空, 下一刻, 周元体内的元气猛然暴涨, 气势节节攀升, 元气席卷, 映照虚空, 有无数星辰点缀。 1400多万, 完整形态的风铃文, 为周元足足增幅了近300万的元气星辰。 整个湖泊四周, 哗然声戛然而止, 一片死寂, 无数人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难以置信。 包括那陈北风, 脸庞上原本挂着的戏谑笑容, 也是在此时一点点的僵硬下来。 在那漫天寂静中, 周元感受着那无比清零的身躯, 倒是满意的一笑, 然后他抬头望着那面旁僵硬的陈北风。 现在, 够了吗? 第813章完整风铃文的震撼, 暗博的青金色元气充斥于天地间, 映照虚空时显露了无数元气星辰, 一股让不少人感到窒息的压迫感在此14周元的体内弥漫出来, 平静的湖面上都是随之掀起惊涛骇浪。 而湖泊四周, 无数道目光则是近乎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即便是吕霄, 韩渊这般人物, 都是出现了片刻的诗神。 他们的目光近乎凝固一般地粘在周元手背上纳到圆满的古老原文上面。 那是, 完整的风铃文,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在两个月的时间就将风铃文凝练完整。 韩渊终于是回过神来, 诗声道, 吕霄眼角也是微微抽搐, 原本胸有成竹的面色也是变得阴沉了许多, 周元这一手, 连他都是没想到。 他创出了风母文, 由此可见他的神魂也是不弱, 若是在解决掉血漆的问题, 再加上风母文售卖得来的龟原宝币, 那凝练速度, 的确远超常人。 吕霄深吸一口气, 道, 那也不至于这么快, 韩渊反驳道, 这么多年中, 具备这些条件的并非就只出现过周元一人。 吕霄没有再多说, 因为说什么都没用, 不管是什么原因, 周元现在做到的事情, 足够引起轰动了。 两个月宁恋出一道风灵纹, 这个速度在天渊玉, 且所未有。 他的眼中略过一抹阴逸之色, 原本他以为周元只是一个随意揉捏的小角色, 但如今来看, 他的评估竟然出现了一些错误。 两个月宁恋出风灵纹, 林格那边, 穆青烟也是红润小嘴微张, 小脸上布满着震动之色, 这也太快了吧。 而且他这风灵纹怎么增长了三百万左右的元气星辰。 那模样清卷的木柳, 也是挣了片刻, 然后扎扎嘴, 道, 这小子真是阴险啊, 我先前虽然感觉到他有些隐藏, 但也没想到过他竟然藏了一道完整的风灵纹。 至于增长的三百万元气星辰底蕴, 道也并不奇怪, 这说明他凝练的风灵纹极为的圆满, 以往也曾有天资卓越的人达到过。 不过, 能够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凝练出完整的风灵纹, 并且还如此圆满的人, 他还是第一个。 木柳感叹着摇摇头, 然后认真的道, 这家伙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 以后咱们离他远点。 木青烟却是美眸微亮的道, 我觉得还不错啊, 如果我们林格和风格联手, 倒是不去履消, 含冤他们了。 木柳连连摇头, 我总感觉跟这家伙进了美好事, 指不定就被他给卖了。 然而木青烟却是白了他一眼, 道反对无效, 因为林格我说了算。 木柳俊朗的面色顿时一苦, 低声道, 我好歹也是林格正儿八经的阁主啊, 你得给我点面子。 木青烟轻哼一声, 不再理他, 美目看向场中。 风格处, 所有人同样是处于被震撼的寂静中。 取久后, 叶冰林方才率先眨了眨眼睛, 语气有些不确定的道, 那是完整的风铃文。 一秋水, 柳之旋他们对视一眼, 然后也有些不敢确定的点点头, 道,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周元的元气底蕴, 的确是暴涨了, 叶冰林长吐了一口气, 道, 那就是了。 他美目有些复杂的盯着周元的身影, 被吃紧咬着红唇, 道, 这个家伙, 原来这么强, 结果还躲在后面看我的好戏, 简直过分。 不过虽然说着过分, 但一秋水他们都是能够感觉到, 叶冰林一直紧绷的身躯都是在此时松缓了许多, 那美与坚, 也是有着如是重负的欣喜之意, 毕竟不管如何, 阁主之位落在周元头上, 也要比在陈北风头上好无数倍。 而如今, 显露出完整风铃文, 元气底蕴暴涨到1400万的周元, 已经具备了真正不惧陈北风的实力。 整个湖泊四周, 都是沉浸于那一道完整风铃文所带来的震撼中。 那这一幕, 同样也是落入到最高处的那两位大佬的眼中。 一直宛如假妹的玄坤宗主, 此时双目已经睁开, 锁定在了周元的身上, 他那深邃如鸢般的眼眸微微波动, 然后道, 原来西津元老也是有所准备。 简然, 他已是明白, 这位两个月前被西津看中, 直接空降风隔的副阁主, 就是西津为了今日所准备的。 难怪西津会松口开启阁主之争, 西津斜靠着宝座, 但笑道, 四阁也就风格还在我手, 你们就别总是搞一些无聊的事了, 如果玄坤宗主你真的想要, 只管跟我开口不就行了。 玄坤宗主笑呵呵地道, 这话老夫可不敢应, 不然万一以后苍渊大尊归来, 还当是我这老家伙欺负西津元老了。 西津面色不变, 心中却是一声猛笑, 你这老家伙, 还真是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 这一次如果不是他留了周元这一手, 恐怕风格还真是要被天灵宗得手了。 不过对于周元在两个月内宁练出完整的风灵文, 他倒并不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他同样修炼了混沌神魔观想法, 知晓四灵归元塔的核心处拥有着什么。 而那里, 就连玄坤宗主以及其他三位元老, 都无法进入。 在那万众瞩目的湖泊广场中, 陈北风终于是渐渐地从那种震惊中恢复过来, 他望着周元手背上那完整的风灵文, 面旁都是变得有些扭曲起来, 嘶哑地道, 你怎么可能短短两个月就凝练出完整的风灵文? 先前他还在冷嘲热讽, 然而谁能想到, 这转眼间, 这些嘲讽便是化为巴掌狠狠地甩在他的脸庞上。 周元那1400万的元气底蕊, 已经并不比他弱多少。 而且,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周元的那种元气, 比他所修炼的迷神黄蜂器品阶更高。 这也就是说, 周元即便元气底蕊比他稍弱, 但硬听起来, 却不见得就会吃亏。 双方原本那种让人绝望的差距, 已经在此时被周元以一手不可思议的手段所弥补。 然而面对着陈北风那有些些斯底里的声音, 周元却是依然没有加以理会, 他感受着体内那如山崩海啸般的澎湃元气, 深深地吸了一口潮湿冰凉的空气, 然后他再度抬起手掌。 掌心间, 一枚剑完缓缓地浮现, 嗡, 剑鸣之声, 响彻起来, 你在接我一件事时, 第814章逆袭与逆袭, 嗡, 当周元声落得那一瞬, 天地间有嘹亮的剑银声响彻而起, 空气中有着风力冷冽的气息流淌。 周围的湖面上, 更是不断地出现一道道细微的痕迹, 那是被泄露的丝丝剑气所撕裂。 此时此刻周元在催动的荡膜剑玩术, 比起先前, 无疑是有了极强的增幅。 周元面无波澜, 双目却是宛如剑锋般的凌冽, 他没有半句废话, 手掌一抬, 掌心间的剑完顿时暴射而出, 撕裂了虚空。 磅薄的剑气疯狂的凝聚, 直接是在剑完外化为了一柄数百丈左右的剑光, 烂一抹剑光, 散发着滔天的寒气, 这一剑, 看得不少神斧镜后期的强者都是面色忍不住的一变。 嗡嗡, 剑光斩破虚空, 直接锁定陈北风, 而陈北风的面色, 也是在此时变得极其的凝重, 他双手结印, 顿时磅薄元气涌动, 直接是在前方的虚空中明炼出树道巨大的深黄色锋刃。 秋休, 锋刃呼啸而出, 与那剑光碰撞, 咔嚓, 然而这一次, 剑光过触, 树道深黄色锋刃直接是瞬间崩碎, 化为无数光点。 陈北风的面色忍不住微变, 先前他一道锋刃就能够挡住周元的剑完, 可这一次, 树道齐发, 竟然却是照面救毁, 可见此时周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陈北风身形暴退, 双手合拢, 暴吼出声, 上挺天元树, 龙魔钻, 呜呜, 真黄色的狂风呼啸而出, 宛如张牙舞爪的风龙, 尖端疯狂旋转, 释放着恐怖的破坏之力。 简然, 面对着此时的周元, 陈北风再不敢拖大, 也是施展出了他的拿手杀招, 而先前的叶冰灵, 便是败在他这一招之上。 巨大的剑光斩落而下, 而那风钻也是宛如龙卷风一般的直音而上, 最终两者凶悍无匹的撞击在一起。 轰, 撞击的瞬间, 有着惊天之声响彻, 再然后那冲击波便是如风暴般的肆虐开来。 轰轰, 湖面之上, 直接是掀起千丈巨浪, 巨浪疯狂地扫荡开来, 不过好在四周石柱上有着不少的强者, 纷纷出手, 将那席卷而来的巨浪压制下去。 有着巨浪冲上天际爆炸开来, 最后化为暴雨倾泻下来。 不过无数道视线皆是屏蔽了雨水, 紧紧地锁定着场中的两道身影。 那里, 狂暴的风钻已被剑光所劈碎, 残余的剑光劈向陈北风, 但却被其周身三道神斧光环抵挡了下来。 陈北风将剑丸弹射而回, 身形在虚空滑退, 面色确实变得有些阴沉, 因为先前那般对碰, 他竟然落在了下风。 如果不是龙魔钻将剑丸的力量消耗大半, 恐怕那一剑下来, 他周身三道神斧光环都将会被劈碎。 周元这1400万的元气底蕴, 硬拼起来, 竟然比他这1500万底蕴还要更凶悍。 这混蛋的元气, 莫非是八品? 陈北风眼神变幻, 他的迷神黄风气, 乃是七品层次, 但却屡屡被对方所压制, 显然周元的元气品质比他更高。 这就受不住了, 周元抬头, 目光冷烈如刀锋般地锁定陈北风, 与其淡淡。 陈北风嘴角微微抽搐, 被周元如此压制, 实在是让得他颜面无光, 因为在此之前, 他可并没有真的将周元当作过对手, 因为他觉得后者并没有这的资格。 周元神色淡漠, 他的眉心有着璀璨神光绽放。 他脚掌猛然一踏, 砰,砰, 翅膀不断地崩裂, 化为无数碎片冲天而起。 浑炎, 无形的火炎成形, 覆盖在那些碎片之上, 下一刻, 无数碎片直接是撕裂空气, 扑天盖地地对着陈北风呼啸而去。 魂炎, 而周元这手落在旁人的眼中, 顿时惹来惊呼之声, 能够凝炼出魂炎, 那就是说周元的神辅境界踏入了化境。 陈北风瞳孔微缩, 他预料过周元神魂境界不弱, 但却依旧没想过, 周元踏入了化境。 而化境神魂比起实境, 无疑是一种质变, 最为直观的, 便是魂炎的成形。 一旦被此火沾染, 便可直接灼烧神魂, 可谓是痛不欲生。 所以陈北风自然不敢让那些沾染着魂炎的碎片击中身躯, 所以急忙暴退, 与此同时, 傍博元气呼啸而出, 凝聚成铺天盖地的锋刃, 将那些沾染着魂炎的碎片尽数的抵挡下来。 砰,砰, 去空中, 不断地发出爆裂声响, 不过, 就在陈北风抵御着那些魂炎时, 却是猛地发现周元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不好, 他心头猛地一惊, 全圣体, 不过, 就在他按叫糟糕的瞬间, 一道低沉的声音, 直接是自他的身后响起, 陈北风眼角一转, 便是见到周元出现在了后方。 此时他的皮肤有欲光绽放, 骨骼璀璨如银, 体内血液如洪流运转。 身躯膨胀, 宛如小巨人一般, 脚下的石板尽数的爆碎。 而且, 在周元的身躯上, 竟然还有着无形的魂炎燃烧生腾起来。 气势滔天, 宛如凶兽扑时, 陈北风浑身的汗毛都是倒竖了起来, 空, 空, 而此时的周元, 眼神冰冷, 无数全影, 已是震荡着虚空, 铺天盖地地对着陈北风猛招而去, 宛如一头凶暴巨兽。 陈北风头皮发炸, 体内的元气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 在其周身形成了无数众防御。 空猛龙, 元气冲击波不断地爆发, 周元的攻势直接是将陈北风那些元气防御摧枯拉朽般的撕裂, 尽管后者疯狂地防御, 但依旧是有着一些拳影落在了其身躯上。 那些拳影立重如山, 而且最可怕的是上面燃烧着浑炎, 所以每一次落到陈北风的身躯上, 既然只是插上了丝毫, 都是给陈北风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剧痛, 一张面膀都是变得扭曲渴不起来。 扑哧,扑哧, 元气爆炸间, 一口口鲜血不断地从陈北风的嘴中喷出来。 砰, 当最后一道拳影落在陈北风身上时, 虚空炸裂, 他的身躯如同滚地的葫芦一般茶着地面倒飞了出去, 将那广场上撕裂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燕尘将他的身躯直接掩盖, 而直到此时, 广场四周的许多人方才从周园这狂暴如凶兽般的攻势中清醒过来, 当即爆发出滔天的哗然声。 谁都没想到, 周园的爆发如此凶悍, 先前几乎是将陈北风打成乱麻瓜。 林阁处, 辣蒋蛮张大了嘴巴, 道, 没想到这位周园副阁主看上去嘶嘶吻吻, 动起手来却是这么凶残。 竟然还有浑炎, 这得多痛啊, 陈北风这次怕是连战都站不起来了。 木轻烟也是感叹道, 如果要说有什么东西打到身上最让人痛不欲生的话, 魂炎绝对算是其中之一。 一旁的木柳, 手掌摸着下巴, 却是眉头微皱地望着那被烟尘笼罩的陈北风。 男男道, 那陈北风有点不对啊, 火阁那边, 韩渊也是轻轻撇嘴, 对着吕霄道, 看来你们的算盘要落空了, 陈北风打不赢那周园了。 吕霄面色平淡, 道, 那道也未必, 我们的准备员比你想得更充分。 哦, 韩渊眉头微挑, 眼神也是有些惊疑地望着场中。 周园缓缓地松开手掌, 他望着远处那散开的烟尘, 神色平静, 并没有多少的喜色, 反而眼中掠过一丝一色。 因为在先前打中陈北风的时候, 他感觉到一丝一样,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保护着陈北风, 杀杀, 而就在此时, 他忽然听见了烟尘中有着什么细微的声响, 当即袖袍一挥, 元气带起狂风便是将那烟尘尽数地卷走。 其中的景象, 也是显露出来, 于是广场周围, 有着诸多的惊呼声响起, 周园的双目也是在此时虚拟起来, 只见得在那远处的广场上, 陈北风单膝跪地, 他的身躯上满是鲜血, 急促地喘着气, 而此时, 他身体上的伤痕中, 有着什么东西在从血肉中钻出来? 那似乎是一种呈现血红色的沙子, 风格处, 夜冰临, 依秋水他们望着这一幕, 叫脸顿时猛地一变, 骇然失声。 那是, 赤魔虫沙, 第815章赤魔虫沙, 赤红的沙子源源不断自沉北风的血肉中钻出来, 宛如一体一般黏附在身躯表面, 一股令人难以言明的狂暴之意散发出来。 而当湖泊周围诸多目光见到这一幕时, 面色皆是忍不住一变, 有着见多识广者更是惊呼出声, 赤魔虫沙。 夜师姐, 赤魔虫沙是什么? 一秋水翘脸微变地问道, 他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他却是能够感觉到此时的沉北风似乎变得极为的危险。 夜冰临紧咬着银牙, 柳眉紧索道, 天地间有一种奇虫, 名为赤魔虫, 若是将此虫所产的卵种入血肉中, 虫卵就会异化,宛如寒铁般风锐坚韧, 并且充斥着赤热狂暴之意, 乃失意等于的阴毒沙招, 因其性微如沙, 又可吞噬元气, 所以也被称为赤魔虫沙。 只不过想要得到赤魔虫沙, 就得将赤魔虫种在体内产卵, 那种痛苦常人难以想象, 而且一旦催动, 虫卵狂暴, 必然会刺失血肉, 一个不慎, 自身都会被那无数虫卵吞噬成白骨。 理想道, 这陈北风如此的疯狂, 但有了这赤魔虫沙, 虫沙弥漫身躯, 可谓是给自身增添了一层极为可怕的防御, 并且战斗力也会大为提升, 寻常元气攻势根本奈何不得他丝毫。 一秋水, 柳之旋他们神色都是变得凝重起来, 这陈北风为了今日的阁主之争, 真的是准备得太过周全了。 吼, 而在场外因此而传出诸多的震惊哗然声时, 那陈北风的双目也是渐渐的赤红, 他嘴中发出痛苦无比的咆哮声, 虫沙钻出血肉, 也为他带来了难以言明的剧痛。 雪红色的虫沙渐渐地在他的身躯表面凝结, 犹如是一层雪红色的铠甲, 争鸣凶残, 令人毛骨悚然。 那雪虫沙不仅在吞噬着陈北风的血肉, 还不断地吞噬其体内的元气, 进而令得那层雪红铠甲绽放出血光, 浓烈得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息弥漫开来。 陈北风那赤红的不似人类的双瞳, 在此时猛地锁定周圆, 嘴角有着咸水滴落下来。 周圆, 给我死, 他发出尖锐的咆哮声, 下一刻, 脚掌猛的一跺, 顿时地面均裂, 而他的身影却是宛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周圆前方, 一拳狠狠地轰出, 顿时发出音爆之声。 周圆无指紧握, 周身欲光绽放, 同样是运转全力, 一拳轰出。 轰猛,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刺两人拳头处爆发开来, 周围的地面不断地军裂, 广场外的湖泊更是被余波掀起巨浪。 周圆与陈北风的身躯皆是一阵, 然后双脚插着地面连连后退, 每一脚的落下, 都将会令得坚硬石板化为粉末。 周圆强行稳住身形, 眉头微皱地看了一眼拳头处, 如白玉般的拳头上, 有着一些雪墨刺毛孔中震出来。 好邪门的一层重衣, 周圆自语, 他能够感觉到先前他的力量, 在一碰触到那层重衣时, 便是消失了大半, 那种感觉, 就犹如是被什么东西直接给吃了一般。 吼, 陈北风咆哮, 旋即他手掌猛地一握, 深黄色的狂暴元气汇聚而来, 他手臂一抖, 只见得无数雪红虫杀自手臂上脱落下来, 然后与那深黄色的元气相容。 于是连那深黄元气, 都是化为了雪红之色。 这陈北风竟然将虫杀涌入了元气之中。 空, 却红元气洪流贯穿虚空, 直接对着周圆席卷而去。 周圆手掌一抬, 剑完闪现而出, 直接是化为百丈剑光狠狠地斩在了那雪红元气洪流上面。 诗, 然而剑光斩过, 那雪红元气洪流却是一分为二, 继续对着周圆绞杀而来。 简然, 在融入那虫杀之后, 陈北风的元气也是变得极为诡异起来。 周圆身形急退, 不敢让得那雪红元气沾染自身, 毕竟在那其中有着无数的阴鬼虫暖。 他催动剑光不断地斩下, 但却皆是徒劳无功。 哈哈, 周圆, 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我这雪杀元气你破不了的。 陈北风望着周圆不断闪避的身影, 不由得狂笑道。 周圆没有理会陈北风的笑声, 而是眼路沉吟地望着那不断逼近的雪红元气, 他能够感觉到, 似乎元气对于那些虫暖没有太大的作用, 因为这些虫暖拥有着吞噬元气的异能。 再加上他们本身超乎寻常的坚硬, 纯粹的元气, 根本奈何不得他们。 讲要破解, 就为有些灭杀那些虫暖。 周圆目光闪烁, 褪比得身影呼地停了下来, 他眉心神魂之光闪烁, 一朵无形魂炎凝炼而出, 直接是暴射而出, 与那雪红元气撞击在一起。 吃吃, 不过这一次, 当那朵魂炎接触到雪红元气时, 只听得其中顿时传出了刺耳的煎鸣声, 无数细微的虫暖直接就从元气中跌落出来, 其中那微小的生机直接被抹除。 周圆眼中神光绽放, 果然, 他猜得没错, 这虫杀虽然不具元气, 但同样拥有着克星, 那就是魂炎。 魂炎能够无视肉身, 只指神魂, 而虫暖虽然有着极为坚固的外壳, 但他们那细微的神魂, 却是弱小的不堪一击。 什么, 陈北风也是发现了这一幕, 当即眼瞳皱缩, 他同样是没想到, 魂炎对于虫杀有着如此恐怖的杀伤力。 该死, 他怒骂一声, 急忙就要撤回那雪红元气, 毕竟想要培育这些虫暖极为的不容易, 他在之中不知道要吃多少的苦头。 哼, 不过周圆见状, 却是冷哼一声, 魂炎迅速凝炼, 化为无形火莽呼啸而过, 与那撤退的雪红元气洪流相撞。 痴痴, 魂炎烧过处, 那雪红元气迅速的褪色, 化为原本的黄色, 其中的虫暖被禁述的烧毁。 你敢烧我虫杀? 陈北风咆哮道, 我今天不仅要烧虫杀, 还要烧了你。 周圆眼中寒意涌动, 他脚掌一踏, 地面崩裂, 直接是如电光般直指陈北风。 在知晓了那虫杀的弱点后, 他已不再忌惮。 周圆踏空而过, 手掌一握, 剑丸出现在其手中, 剑气鸣链间, 犹如是形成了一柄树杖长的大剑。 全圣体, 周圆每一步的踏出, 他肉身上的玉光都是愈发的明亮。 太玄圣灵树, 有着神秘光影覆盖周圆身躯, 青椒形态, 周圆眼瞳泛起青光, 宛如一对蛟龙树童, 他手掌抹过剑身, 只见大剑剑刃上, 有着青色的蛟铃浮现出来, 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寒光。 与此同时, 周圆手掌上有着雪白的蚝毛蔓延而出, 包裹剑身。 破圆, 卷白蚝毛迅速化为漆黑色彩, 深邃神秘, 魂炎, 无形火焰自剑身上升腾起来, 这是对付虫杀最强的手段。 奥伯元气在周圆身后滔天涌动, 1400万元气星辰闪烁。 此时此刻的周圆, 精气神攀直巅峰, 一股恐怖的气势节节攀升, 隐得在场所有的神附近都是齐齐色变, 甚至就算是吕霄、 韩渊、 慕柳那三格格主, 眼神都是在此时猛的一鸣。 这一刻的周圆, 连他们这种层次, 都感觉到了许些的危险。 周圆的脚步在距离陈北风上还有十数仗势停下, 此时他气势已知巅峰, 他眼神淋漓而逼拟地锁定眼路恐惧之色的陈北风, 下一瞬, 手中大剑, 猛然斩出。 空, 那一剑, 惊念绝伦, 光彩甚至掩盖了日光。 浩瀚见光斩下, 卷起万千波涛, 周圆那平静的声音, 也是随之响彻而起。 接得下我这一剑, 风格格主, 让你又何妨。 第816章又是那一剑, 周圆冷喝回荡, 落在诸多风格的人耳中, 这句话确实有些熟悉, 仔细一想, 两个月前当周圆出来风格时, 面对着惊疼的挑衅, 他不也是这句话外加一剑吗? 当时的一剑, 直接斩败了金藤, 奠定了周圆的副格主之位, 而今日这一剑, 又能否如当日那般立下赫赫胸威? 借此彻底坐视风格格主之位, 翁, 涛天剑光裹挟着恐怖之势, 一剑之下, 犹如天空都是被一剑展开, 引来无数惊骇视线。 谁都没想到, 周圆这酝酿到极致的一剑, 竟会强悍如斯。 那陈北风赤红的眼瞳中, 也是在此时有着一抹恐惧之色涌现出来, 不过他也知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如果抵御不住周圆这巅峰一剑, 他今日就不要妄想燃指风格格主之位。 一旦他这里失败, 必然会被天灵宗所弃, 那个时候他又验了西京元老, 还怎么可能在天渊洞天内混? 那可谓是彻底断了前程, 所以, 他绝对不能失败。 后, 陈北风咆哮出声, 压制下心中的恐惧, 体内的元气在此时毫无保留地爆发而出, 元气与虫砂融合, 他的血肉开始枯败, 那是因为精血被虫砂吞噬所导致。 但陈北风却顾不得这些, 虫砂元气疯狂地压缩, 最后净是在他的身躯之外, 形成了一层极厚的血红中甲。 血肉枯败, 但此时他的身躯, 却已是有着树杖高大, 狂暴的血腥之气弥漫出来, 令得他看上去如同深渊中爬出的修罗巨人。 你以为我是金藤吗? 赤魔不灭甲, 他仰天长笑, 笑声将虚空所阵裂, 呜, 而也就是在这一煞, 那抹滔天见光, 轰然斩下。 血红巨人双臂交叉, 血光绽放, 当, 在那无数道惊骇的目光注视下, 见光斩至血红巨人双臂之上, 顿时有着清脆的金铁之声响彻天际。 轰轰, 狂暴无比的元气冲击直接横扫, 巨大广场上的坚硬石板, 在此时尽数的崩裂, 塌陷, 深深的裂痕蔓延开来, 将广场所分裂。 周围的湖泊, 更是被掀起滔天巨浪, 一波波宛如连绵不尽搬对着四周席卷而去, 声势惊人, 不过那些巨浪当接近周围那些围观者时便是会自动地消散而去, 犹如是被一股无形的强大力量直接凭空化解。 一些人物光看了一眼最高处的那两道身影, 知晓着应该是两位法御强者随手化解了冲击。 不过更多的人没有在意这种情况, 他们的目光只是死死地盯着那被漫天水目遮掩的湖心广场。 他们很想知道, 这最后一次的碰撞, 究竟是周围那一箭更厉, 还是陈北风那亲尽全力的魔甲更厚。 火格处, 吕霄与韩渊也是停止了说话, 眼神盯着场中。 面对着这种情况, 先一直表现的淡漠的吕霄, 手掌都是缓缓的握拢。 这一次的对碰, 将会决出风格格主人选。 林格那边, 木轻烟有些紧张的小声问道, 他们谁能赢? 木柳磨杀着下巴, 难以回答, 因为最后时刻沉北风的拼死爆发, 也是相当让人惊奇, 所以眼下的胜负, 还真是不好说。 而场中最为紧张的, 莫过于风格的众人, 毕竟那所出现的结果, 将会对他们有着切实的影响。 但不论是夜冰零, 依秋水, 还是那些支持沉北风的人, 此时皆是大气不敢出一声, 死死地盯着漫天水幕中,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哗啦啦, 而在那近乎寂静的天地间, 重重水幕终于失落江下来, 溅起漫天的水雾。 场中的景况, 也是慢慢地显露出来, 并且变得清晰。 首先映入所有人眼中的, 是那一片狼藉的广场, 整个广场上, 一道巨大的剑痕几乎是将其一分为二。 周圆的身影立于半空, 一颗暗带了许多的剑丸滴溜溜地在其周身旋转, 然后钻入他的体内, 先前他那种让人震撼的气势此时也是在逐渐地消退。 在那道巨大的剑痕尽头处, 一道雪红的巨人身影如铁塔般的处立, 此时的他保持着双臂交叉在上的姿势, 身躯纹丝不动。 他的周身, 依旧还有着气息流转, 陈北风抵挡下来了, 而见到这一幕, 周围顿时爆发出精华之声。 吕霄暗自松了一口气, 而夜冰临, 一秋水他们, 则是翘连忍不住的一白, 因为他们同样知晓, 先前那一剑几乎是现在周圆的巅峰, 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来一剑。 无数的惋惜声音悄然地响起, 这周圆今日的黑马姿态, 似乎是要到此结束了。 不过, 周圆自身对于场外的惋惜声音, 却是犹如未闻, 他的眼神平淡地看了一眼, 下方身形如凶罗的陈北风, 然后也没有理会, 而是直接转身, 步伐踏空, 对着场外凌空走去。 瞧着他这般举动, 有人嘀咕, 这是直接放弃吗? 但就当周圆的踏出广场范围的那一瞬, 整座广场忽然激烈的一颤, 然后便是在轰然间塌陷, 化为碎石, 跌落湖中。 而陈北风那雪红魔甲上, 有着细微的裂纹浮现出来, 然后化为雪红色的粉末飘落。 短短束细, 魔甲化为飞灰, 陈北风那如干尸般的身躯, 显露出来, 他眼中的赤红已经退散,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恐惧之意。 他的身躯上, 出现了一抹血线, 然而却并没有丝毫鲜血渗透出来, 那是因为其体内的鲜血, 已被虫暖所吞噬。 陈北风低头看了一眼身躯上的血线, 他知道, 先前那一件, 不仅斩灭了虫魔甲, 更是险些将他直接一斩为二, 显然, 最后的时刻, 周元稍微的留守了。 我不甘心啊, 我努力多年, 为何, 会败在这最后一步? 他想起了两个月前, 周元初至风格时便是当着他的面, 一剑斩败了挑衅的金疼, 当时他内心对周元这种拙劣的力微颇感不屑, 然而谁能想到, 两个月后, 他却也败在了这一剑上。 无尽的疲倦与不甘乎的涌来, 陈北风单枯的身躯, 缓缓地向后倒下, 最后扑通一声, 坠入了湖泊之中。 这一瞬, 湖泊周围再度安静了一瞬, 然后无数道目光瞬间转向了那踏空而行的年轻身影, 下一刻,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响彻于风倒之上。 吕霄的面色变得阴沉下来, 一旁的寒冤, 也是眉头紧皱。 而风格这边, 夜冰临, 一秋水他们却是喜极而泣, 那种大起大落的感觉, 险些连他们都有些受不了, 而在他们周围, 那些支持周园的人, 早已欢喜得望乎所以的嘶吼起来。 那些一直呈现观望的中立派, 也是在此时毫不犹豫的欢呼喝彩出声。 天地间无数道目光汇聚于那道年轻身影上, 目光内, 情绪各异, 有好奇, 有愤怒, 也有欢喜。 不过不论如何, 他们都无法否认, 今日这场风格格主之争, 给他们带来了一场精彩好戏。 最高处, 西京与玄坤宗主, 也是平静地注视着一幕。 玄坤宗主的目光在周园身上停顿了许久, 然后渐渐地闭幕, 脸庞上令人看不出丝毫的情绪, 宛如深渊。 西京也没有理会牙火的玄坤宗主, 一对清澈明眸盯着周园的身影, 眸子深处略出一丝笑意, 这位小师弟, 倒的确是有些本事, 难怪能够被师父他老人家所选中。 他长生而起, 下一刻, 清澈悦耳的声音, 在这天地间响彻起来, 带起真儿欲聋的欢呼声。 今日风格格主之争, 结果已出, 从今往后, 这一代风格格主为 周园, 第817章风格格主, 恭贺新格主, 当西京清澈的声音响彻天地间时, 那湖泊四周, 无数声音也是齐齐抱全, 响起了真儿欲聋的恭贺之声。 诸多目光汇聚于周园的身上, 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在天渊洞天一名惊人的新贵。 在天渊狱内, 风格格主地位不低, 比起诸周周主都要更胜一筹, 若是有朝一日晋升为总格主, 那地位更是等同于长老团长老, 算是天渊狱真正的高层。 这种情况在天渊狱相当罕见, 因为其他那些长老团的长老, 几乎大部分都是原音境的强者, 若是放在其他地方, 更是一方巨拨, 所以四格总格主这种特殊的高位, 也就唯有在风铃火山四格这种广纳天下年轻天交的特殊部门方才能够诞生出来。 周园立于虚空, 倒是波澜不惊, 对着四方抱拳行礼。 然后他身影方才落相风格位置所在, 叶冰林, 依秋水, 柳之旋等诸多风格成员迅速地迎了上来。 公铃格主, 众人纷纷行礼, 面容上有着浓浓的恭敬之色, 即便是那些中立派的成员, 此时也是第一时间的表露中心。 简然, 他们都非常清楚以后的风格, 究竟是谁说了算, 陈北风, 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没想到你竟然就成为我的上风了, 叶冰林冷艳的翘脸上流露出细微的笑意, 有些感叹得到。 两个月前, 周园刚来风格时, 叶冰林恐怕不可能会想到这一幕, 那时候他以为周园这种空降者能够在风格站稳脚跟那就疏为不易了, 但谁能想到, 周园不仅站稳了脚跟, 如今更是还夺得了阁主之位。 周园倒是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真要说起来, 他这或许还算是挡了叶冰林的路, 抢了他的位。 虽说这是他凭借真本事得来的, 但两人关系如今也是不错, 自然难免会有点尴尬。 可, 你放心, 等我哪天成为了总阁主, 就把这风格阁主位置让给你。 周园道, 叶冰林文言, 顿时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这家伙野心也太大了吧, 眼下才刚刚成为风格阁主, 就开始得拢望鼠的寄予总阁主位置了。 你真当吕霄, 含冤, 慕柳那三位阁主是你捏的啊。 在这三位面前, 陈北风可是连嚣张的资格都没有。 火阁那边, 吕霄望着湖中央那崩塌的广场, 保持着沉默, 但任谁都看得出来此时他的神色有些阴沉与恼怒。 那是辛苦谋划破裂之后的不甘, 陈北风的失利, 不仅是令得他对周园的设计失败, 而且从大局来说, 更是斩断了他们天灵宗染指风格的最好机会。 哭, 不过虽说心中震怒, 但吕霄终归还是没有暴躁失态, 而是深吸一口气, 压制着心中的怒意, 低沉的道, 有意思, 没想到我吕霄也有眼拙的一天。 一旁的寒冤也是皱了皱眉头, 道, 风格出现了格主, 恐怕会对如今四格的格局造成一些影响。 以前的四格, 火格与山格联手, 灵格是单力薄, 至于风格更是一盘散沙, 根本不足为律, 这也就导致火格, 山格制霸四格, 占据了最强的话语权以及利益。 可现在风格出现了新任格主, 等到周园将风格整合, 风格在四格的重量或许也会有所提升。 而这, 可能会损及他们两格的利益。 吕霄文言, 淡淡地道, 风格这些年散乱太久了, 好的天骄都被我们两格挖走, 想要短时间恢复, 就算是那周园, 恐怕也是无力回天, 所以不足为惧。 而且, 想要动摇如今四格格局, 一个新格主, 恐怕能耐还不够。 虽说周园战胜陈北风相当的精彩, 但对于吕霄他们这种层次的人来说, 却只是一场好戏罢了。 在届时过今日周园的实力后, 吕霄会对周园多几分重视, 但如果真要说什么忌惮, 惧怕的话, 那却真是有些不至于。 韩渊也是轻轻点头, 笑道, 那就希望这位新任风格格主会失去一些吧。 而当湖泊四周喧哗沸腾时, 在那高处, 玄坤宗主眼中神光流转, 站起身来, 慢悠悠地道, 西京元老, 既然如今风格已经出现了新格主, 那四格总格主之争, 也当提上议成了。 以往你总是以风格没有格主为理由推迟, 如今总不能还继续否决吧。 若是这样, 其他三位元老恐怕也不会同意的。 玄坤宗主神色淡然, 并没有因为此次天灵宗染指风格失利就显得有什么失望的, 反而转眼就直接将目标转向了更大的地方。 只要总格主位置被他们天灵宗所掌控, 未来同样可以渐渐将四格所掌握。 西京瞟了这玄坤宗主一眼, 自然是洞川后者心中的谋划, 当即一声冷笑, 不过这一次, 他却并没有反驳, 反而是轻轻点头, 道, 那就定在八个月之后吧。 玄坤他们基于四个总格主的位置, 他这里又何曾不适。 以往他反对, 那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开启, 那位置必然落到天灵宗他们手里, 可如今却不一样, 周元的出现, 给了西京一些西记。 虽说此时的周元或许和吕霄, 含冤他们有些差距, 但他却相信, 给他这位小师弟一些时间的话, 孰强孰弱恐怕还不好说, 毕竟无论如何, 他都是被师父选中的弟子。 见到西京这么轻易地就答应了下来, 绕视玄坤宗主这般心性, 都是微微一正, 玄吉那如深渊般的眼眸若有若无地扫了一眼下方远处周元的身影, 西京会答应得这么爽快, 难道是指望着那新任的风格格主吗? 不过, 那周元虽说的确有些能耐, 但怎么可能与吕霄, 含冤他们相比? 酷疑的心思转动, 玄坤宗主诞生道, 八个月怕是太久了, 我听闻其他各域已是在为九域大会做一些商议, 谁也不确定大会定在何时, 所以最好在两个月内完成总格主之争, 如此以好留给新上任的总格主统和四格的时间。 虽然不知道西京究竟打算做什么, 但老狐狸的玄坤宗主依旧不打算让得他如意。 西京摇摇头, 道, 两月时间太过仓促, 四月之后吧。 他盯着玄坤宗主, 微笑道, 玄坤宗主莫要太心急了吧。 玄坤宗主但笑一声, 道, 老夫可不及, 只是不想万一到时候时间来不及, 导致九域大会中, 我天冤玉又名列最末, 那实在是有些给大尊丢脸。 不过既然西京元老都这么说了, 那就定在四月之后吧。 他最终稍微退了一步, 毕竟将西京最初的时间斩断一半, 也算是有些收获。 于是, 在经过两人的一番交锋后, 他们便是确定了时间。 最后西京上前一步, 目光俯视全场, 那清澈的声音再度响彻于每个人的耳边。 如今风格格主已诞生, 但四格总格主之位却是空悬许久, 所以经过我与其他四位元老商议, 四个月后, 将会开启总格主之争, 以应未来的九域大会。 而此次的总格主之争, 最后上位者, 可赐一卷。 小胜术, 这番话看似简单轻巧, 然而当其落下时, 原本喧哗的天地尖顿时死即无声, 树西后, 滔天的沸腾瞬间爆发, 犹如将要掀翻这天与地。 那种沸腾, 远超先前周园夺取风格格主之位。 第818章总格主之争, 当西京的声音落下时, 顿时犹如油锅中倒入冷水, 直接是引起了滔天翻腾。 四格成员皆是一脸震撼, 就连李肖, 韩渊都是震了一瞬, 然后眼露狂喜之色。 终于要开启总格主之争了吗? 李肖内心翻江倒海, 他对于总格主的位置置于许久, 但以往西京总是以风格没有格主为理由推迟总格主竞争, 这领得他相当的郁闷, 然而谁能想到, 此时此刻, 西京竟然会宣布开启总格主竞争。 与这总格主的位置比起来, 一个风格格主又算得了什么? 成为总格主, 整个四格都将会名正言顺地纳入掌控, 而不是像如今这样只能掌管一格, 而且总格主在天渊狱中不论地位还是待狱, 也远不是一格之主能够相提并论的。 李肖眼神炽热地望着最高处那两道身影, 在他看来,西京此次会退让, 恐怕应该是玄坤宗主的谋划。 毕竟以往西京阻扰总格主之争的理由就是风格没有格主, 可如今风格格主也有了, 那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 西京大人此次, 恐怕是解了芝麻, 丢了西瓜。 吕潇心中冷笑, 先前他还在为陈北风的失败而有些小小的郁闷, 但如今来看, 还是玄坤宗主手腕厉害。 而且, 此次的总格主, 竟然还会赏赐一圈小圣树。 李肖眼神愈发地滚烫, 小圣树虽说带了一个小字, 但追根究底, 它还是勉强达到了圣元术的范畴, 而这种级别的元术, 就算是在昏远天, 那也绝对是相当的稀罕之物, 如果不是立有大功者, 难以获得。 所以别说是他们这种神辅境, 就算是天阳境的强者, 面对着小圣树都是难以遏制内心的渴望与垂涎。 林格所在, 纳木流脸色也是在此时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感叹道, 这下子四格要不平静了啊。 总格主位置, 再加上一道小圣树, 这个诱饵丢下来, 四格没人不眼红。 跟这种竞争比起来, 今日周圆这风格格主的位置, 倒是瞬间就暗淡了下去。 风格这边, 夜冰临, 依秋水他们同样也是被这个震撼性的消息震得好半场都没有回过神来。 没想到多年没有动静的总格主, 如今终于要开始竞争了。 夜冰临逐渐的清醒, 然后美眸复杂的看了周圆一眼, 苦笑道, 你这个乌鸦嘴。 周圆笑道, 这不是好事吗? 好你个头啊, 夜冰临秀眉紧锁, 道, 以往西京大人一直阻扰总格主竞争, 因为他知道一旦开启, 那位置十有八九落到天灵宗他们的手中, 可如今他突然松口, 想必是因为玄坤宗主的紧逼。 他脸颊上带着忧虑之色, 如果那吕肖真的成为了总格主, 那么就算周圆成为了风格格主, 那么依旧是会受到吕肖的节制, 这对于他们而言, 恐怕不算什么好事, 毕竟双方如今闹得如此的不愉快。 周圆文言, 道是一笑, 其实他并不觉得西京松口总格主之争是对玄坤宗主的妥协, 因为他同样知道, 他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区区风格格主, 总格主的位置, 才是他的最终目标。 或许那玄坤宗主的确是有意相逼, 但西京师姐恐怕也是自有想法, 而他的想法, 可能是觉得他同样有能力竞争到总格主的位置。 西京师姐这么看好我的妈, 面对着西京的这种信任与重视, 周圆倒是感觉到压力不小, 看来他也不能因为此次胜了陈北风就觉得有什么好得意的, 毕竟的确如叶冰林所说, 陈北风跟吕肖, 含冤那些最为顶尖的比起来,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至少周圆明白, 如果现在就让他对上吕肖的话, 恐怕说的概率比赢要更大一些, 承认这点道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不过这也只是现在罢了, 因为周圆在神府境的潜力, 却要比吕肖更强。 现在的他, 九重神府才打磨贯通了五重, 若是等他将这剩下四重神府贯通, 那么他的元气底蕴, 必然会达到一个相当惊人的地步, 远非现在的吕肖可比。 当然,潜力并不能此时就化为实力来填补双方的差距, 所以接下来这四个月的时间, 他同样不可松懈了, 不然一旦到时候失手输了, 可就真的有些愧对吸睛失解了。 而且, 对于那所次的小圣树, 周圆也是有着不小的兴趣。 如今的他, 身怀多种上品天元术, 但却还从未触及过圣元术, 不过他知道任何圣元术, 都拥有着无法想象的威能, 一旦修成, 对于自身的实力提升非同反响。 虽说他有苍玄七术, 如果将七术修至大成, 倒是能够令其融合, 化为圣元术, 但这种难度太大, 直到现在, 周圆能够算作大成的, 恐怕也就只有太玄圣明术, 玄圣体两种。 大魔剑玩术都还差一些火候, 更何况其他几种甚至还没来得及修炼的上品天元术。 有朝一日等他将七术融合, 那应该就是真正的圣元术, 而非一种小圣元术可比。 最高处, 西京眼波流转, 酒红色的头发随风轻阳, 他的目光略过周圆所在的方向, 两人的目光刚好相对, 彼此都是心颖神辉的一笑。 诸位, 为了四月之后的总阁主之争, 好生修炼吧。 与今日相比, 那才算是我天冤狱的一件大事。 西京目光转开, 俯视全场, 声音响彻。 仅尊大人之欲, 无数人皆是弯身行礼, 恭敬声回荡, 西京轻轻点头, 在这大庭广众下, 他也不好表现得对周圆太过的重视, 毕竟以他的身份, 即便周圆成为了风格格主, 但双方间的地位依旧算是鸿沟, 于是他摆了白手, 修长纤细的郊区便是直接化为虚幻, 凭空消失。 而在西京离去时, 那玄坤宗主的身影也是淡淡地散去, 只是在消失时, 他的目光似是偏了周圆所在的方向一眼。 两位元老的离去, 令德笼罩在这天地间的淡淡威压也是随之而散, 无数人皆是暗中松了一口气。 一秋水笑盈盈地看向周圆, 俏皮道, 周圆阁主, 今日得胜, 不打算宴请一下诸位弟兄吗? 周圆看了一眼四周皆是眼巴巴望着他的诸多风格成员, 他知道一秋水这是在暗示他此时是拉拢人心的最好时候, 于是他也没有拒绝, 笑着点点头, 今晚风引楼, 不醉不归。 周围那些风格成员闻言, 顿时欢呼出声, 气氛热烈。 不过正当他们这边气氛火热时, 忽有一道身影踏空而来, 众人看去, 竟是那火格的副阁主, 王辰。 叶冰林有名一簇, 不嫌不淡地道, 王辰副阁主有事吗? 王辰面无表情, 然后对着周圆拱了拱手, 皮笑肉不笑地道, 恭喜周圆阁主了。 看得出来, 他的心中极其的不爽, 毕竟之前见到周圆时, 他还抱着居高临下的姿态, 然而现在, 周圆的地位却是比他高了一头。 吴此次过来, 是想通知周圆阁主, 既然风格出现了阁主, 那么三日后的四格阁主会议, 还望莫要缺席了, 毕竟阁主会议向来是我们吕霄阁主主持的。 王辰淡淡地道, 言语间, 有着一丝傲然之意, 想来在王辰看来, 周圆这个风格阁主跟吕霄相比, 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周圆双目微眯, 道, 四格阁主会议。 据我所知, 这应该是总阁主才能主持吧。 这屡肖还真是不客气, 明明只是火格阁主, 手却伸得太远。 王辰闻言, 嘴角掀起一抹计较, 慢条思理的道, 有区别吗? 那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话已送道, 告辞, 他声音落下, 便是直接转身离去, 火格真是太嚣张了, 简直是目中无人, 其他诸多风格成员见到王辰对周圆如此不客气, 也是有些不愤。 周圆倒是神色平静地摆了摆手, 道, 不要因为苍蝇坏了心情, 走吧, 去庆祝庆祝。 带得众人再度欢呼起来, 他则是双目微眯地王辰离去的方向。 这格主会议, 倒是感觉有些来者不善, 不过他当然不会缺席, 只是到时候, 恐怕就得真正的会议会那里消了。 第819章新人大典, 这几日的风格, 无疑是被一种喜庆气氛所笼罩, 毕竟前些年中, 风格格主位置一直空选, 导致风格几乎是一盘散沙, 在没有格主的统筹下, 风格在四格中的地位几乎是处于末尾。 其他三格, 特别是火格与山格, 不断地从风格翘墙角, 将一些天赋不错的年轻天骄技术地挖走, 这也是导致风格越来越弱的主要原因。 而如今, 终于有了新任格主, 而且实力还颇为的不凡, 这对于风格而言显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至于那些原本支持陈北风的群体, 则是在开始迅速地瓦解, 包括金腾等之前依附陈北风的统领, 此时此刻都是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 所以他们也聪明地安静下来, 会溜溜地不敢再有丝毫的挑事。 他们都明白, 从今往后, 风格将会是周园的一言堂, 陈北风就算是重伤痊愈后, 恐怕也会被压制得死死的, 说不定连副格主的位置都是难保, 而连陈北风都是如此, 更何况他们, 现在的金腾等人, 都恨不得周园直接遗忘掉他们, 哪里还敢再有丝毫的挑事。 风岛中央, 近湖, 在近湖中央的小岛上, 有着两座高耸的塔楼, 一座是事务楼, 用以风格成员接取任务, 领取薪酬, 而另外一座便是格主楼, 只不过此楼已经空置数年, 随着如今周园晋升为格主, 方才再度被开启。 格主楼在这两日间已是被仔细地清扫过, 周园也是从之前的小楼中搬到了此处。 在那楼顶的庭院中, 周园副手而立, 他的目光眺望开来, 波光淋漓地近湖四周, 有着一座座训练场, 此时其中有着许多的风格成员 在进行着每日的修炼与切磋。 片刻后, 他目光收回, 挑了一眼格主楼之外, 那里有一道人影徘徊。 那人, 是叫做黎坚吧? 找你的, 周园转头, 看向一旁的叶冰林, 笑道。 叶冰林冷笑一声, 道, 这种白眼狼, 没什么好理会的, 他现在又想背弃陈北风回来吧。 前些时候陈北风借助着 补衡文打击他们的时候, 这黎坚便是第一个投靠了过去, 如果是其他人 这般行为, 叶冰林其实也能理解, 可这黎坚却是 他一手拉上的统领之位, 可谓是恩情不小。 可黎坚最终还是选择背叛, 这无疑是触怒了叶冰林。 周园见状, 便对一旁的一秋水随意道, 那就寻个机会 卸了他的统领位置吧。 如今的风格, 他一眼可觉, 就算要处置一个统领, 也可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统一。 一秋水擒手微点, 当作记下, 如今的风格, 周园看上去是阁主, 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处理, 他原本倒是觉得这样有些越权, 所以还尝试了一下事实通报周园, 让他做决定。 但周园只是尝试了小半日的时间, 便是有些色变的连连推开, 因为他发现跟这些迫事比起来, 他宁愿去找人打一场。 之前他是副阁主的时候, 可没这么多事需要理会, 可如今成了阁主才发现, 掌控一阁, 似乎也不是想象的那么让人爽快。 而在见到周园对这些事宜如此的抗拒后, 一秋水只能无奈地由得他当着甩手掌柜。 那后面的萧红, 陆明月等统领见到周园随意间就处置了一位统领, 也是神色肃然, 心中对后者不由得地升起一些敬畏。 秋水, 你可真是个宝, 周园乔得一秋水将风格诸多是意大利的井井有条, 忍不住地夸奖道, 若是没有一秋水的话, 现在他不知道会有多焦头烂额。 一秋水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不过虽说风格的事略微有些繁琐麻烦, 但对于曾经暗中同管小玄州的他来说, 却并不算多大的事, 所以处理起来也算是得心应手。 这些小事我可以帮你解决, 但明日的四格会议, 却是还得你出面了。 他说道, 提起四格会议, 周园眼神倒是微宁, 道, 总感觉有些来者不善。 你们可知这四格会议会做什么, 也濒临沉吟了一下, 道, 我觉得, 恐怕是跟接下来的新人大典有关系。 新人大典, 周园眨了眨眼, 一秋水见到周园那一副疑惑的模样, 便是忍不住轻轻扶额, 轻咬银牙地道, 我昨天不是都搜集了资料放你桌上吗? 你没看, 周园面色有些尴尬, 仰天打了个哈哈, 一秋水简直无力吐槽这格主的不负责任, 道, 每年都会有新的各方天交来到天渊洞天, 他们在经过审核后, 贵来到四格, 这就是新人大典。 新人大典对四格来说极为的重要, 因为那代表着新鲜血液, 而且其中也不乏一些好苗子, 若是能够吸纳进来, 也会大大增强风格的实力。 所以每次新人大典, 四格都会因为份额而争抢。 不过, 这里面没有我们风格, 周园一正, 道, 什么意思? 在最以前的时候, 按照规矩, 四格各有两成五的份额, 不可超出, 但后来风格连格主都没了, 自然就没资格参加格主会议, 于是最终吕肖与韩渊联手, 吞掉了我们风格绝大部分的新人份额。 一秋水解释道, 周园眉头皱起, 道, 吞了我们多少? 几乎全部, 叶冰临皆化道, 他俏脸也是有些难看。 每年的新人大典, 火格与山可抢人最快, 最后留下一些歪瓜裂早丢到了风格。 简直跟没有一样, 所以这两年中, 风格底蕴越来越差。 周园嘴角微微一抽, 这里消, 韩渊两人的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 周园想了想, 声音平静地道, 以往他们如何我不管, 不过既然如今我是风格格主, 那么该我们风格的, 就得全部还回来。 我也不占谁的便宜, 但谁也别想占我的便宜。 他如今成了风格格主, 这里算是他的基本盘, 别看都还只是一些神附近, 但未来指不定就会有人在天渊玉身居高位, 所以他自然要维护好这个盘子。 一秋水雨夜濒临对视一眼, 如果是这样的话, 想必明日的格主会议上动静怕是不会小。 还有一个问题, 一秋水轻咬红唇, 陈寅道, 就算我们拿回来了份额, 恐怕在那新人大典上, 依旧没办法抢引火格, 山格, 那些优秀的人才, 十有八九会选择他们, 那样一来, 我们还是只能得到被他们淘汰的新人。 为什么? 周园问道, 夜濒临有些无奈地叹息一声, 声音沉重地道, 因为黛玉。 第820章最富的载, 黛玉, 阁主楼顶, 周园盯着夜濒临, 若有所思的道, 火格待遇好很多。 我们风格的普通成员, 每月能够领取20枚龟元宝币, 你知道火格是多少吗? 40枚, 一个月多20枚, 一年下来就是200多枚, 这不是小数目。 那些天交来到四格, 所谓的就是四灵龟元塔的四道古原文, 而龟元宝币的多少, 将会决定于他们最终的成绩, 所以, 跟他们谈什么都没有用, 只有龟元宝币最直接。 可火格能够如此的大方, 那是因为他们有捕横文收割, 那种暴力下, 才能够供养火格如此的挥霍。 但与我们风格抵御如果这么做的话, 不出几天就得崩溃, 到时候恐怕一枚玫瑰元宝币都发不出去。 夜濒临沉重的声音响起, 说到底, 还是人穷气短, 依秋水也是轻轻点头, 到每年上面都会分配给四格一些资源, 但都是固定的, 所以想要更多, 就得靠各格自己去想办法。 而火格的办法, 就是捕横文, 周原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栏杆, 到捕横文的收入, 都是提供给火格的吗? 夜濒临摇摇头, 到捕横文的收入, 六成提供给火格, 剩下四成, 吕潇与朱炼各有两成。 周原估算了一下, 两成也是极为庞大的数目了, 对于吕潇这种层次的修炼完全足够, 甚至还能够有着极多的剩余, 毕竟捕横文毕竟是面对四格销售, 收入自然比封母文更高。 按照他的估计, 每年光是一成, 或许就不下于数万归原宝币, 两成就是十数万甚至更多。 而六成提供给火格, 也难怪火格这么财大气粗。 没想到吕潇他们还挺无私的, 周原黑然道, 将六成的收入上缴给火格, 这魄力相当不小。 一秋水确实低声道, 我听爷爷暗中说过, 那补横文的创造, 只不定有天灵宗高人指点。 所以那吕潇, 朱炼才不敢完全鞠躬, 周原微微点头, 陈寅片刻, 道, 从今天开始, 封母文的销售, 我只拿两成, 其中七成, 直接提供给风格支配, 而剩下的最后一成, 按等级与贡献, 分配给副阁主, 统领, 副统领这些高层。 此言一出, 在场的人皆是大吃一惊, 面露金融。 一秋水连忙道, 周原, 你没必要这样, 封母文的创造是你独自的功劳。 吕潇, 朱炼那么做, 只是因为天灵宗给他们的任务是壮大火格, 但周原却没这种顾虑, 所以也没必要这么做。 周原笑了笑, 道, 太多的归元宝币我拿着能有什么用? 这东西离开了四格, 就什么都不是了。 一秋水摇摇头, 认真的道, 可不能这么说, 当你离开四格时, 可以将归元宝币上脚, 同样能够换取很多好东西。 周原随意的道, 难不成还能换到小胜数? 他只是随意一问, 哪想到一秋水点点头, 道, 八十万归元宝币, 你就能换到。 周原神色顿时一将, 有点难以置信的道, 真能换。 八十万归元宝币, 八十万虽然看起来是个很恐怖的数字, 但如果以补衡文的销量, 再加上三年的时间, 累计起来并不难, 毕竟如今光是售卖封武文, 周原每天就有近千归元宝币到手。 也冰临忍不住地笑道, 知道心痛了吧。 周原有些信心, 拳击叹道, 算了, 我又不是守财奴, 难道还真打算首个三年时间去换个小胜数? 与其如此, 还不如抢总阁主来得快, 就按照我先前所说吧, 其实周原在获得阁主位之时, 就有这种打算了, 毕竟有火阁诸玉在前, 如果他将封武文完全收入完全占为私有的话, 别人虽然无法指责什么, 但对于他收拢封阁人心还是有些障碍的。 而在周原看来, 归元宝币足够修炼就行了, 多余的如果能够将封阁人心彻底掌控, 那还是很值得的。 见到周原最终还是做了决定, 这次连夜兵临都是蒸蒸地看着周原有些失神。 那可是高达百万的归元宝币啊, 就这么给放了出去, 这种魄力, 就连速来冷傲的夜兵临, 都忍不住地在心中有些感到敬佩。 而至于后面的萧红等一杆统领, 更是激动的面旁战红, 忍不住地高吼道, 阁主大义。 他们很明白周原这是给了他们多少的好处, 此时此刻, 他们内心深处是真的对周原生起了浓浓的尊崇之心, 毕竟不是任何人, 都舍得将这些利益分给下面的人。 你这决定传出, 恐怕整个风格都会沸腾了。 一秋水也是轻声道, 这等于是风格所有人都要成周原的恩情, 如果现在有谁要动周原的阁主位置, 恐怕就连那些中立派, 都得跳出来拼命, 周原这一手人心收买, 简直就是完美。 夜兵临也是苦笑一声, 道, 现在来看, 你成为风格的阁主, 反倒是风格之性了。 如果是他的话, 恐怕没这种魄力, 当然, 也没这种本钱。 周原笑笑, 因为他是苍渊师父清传弟子的原因, 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 他其实也算是天渊狱的最高层, 毕竟按照苍渊师父的规定, 他的清传弟子, 皆有资格成为执掌元老。 地位等同于那玄坤宗主, 整个天渊狱我都有份, 我还舍不得这点归原宝币, 周原心中这般自我安慰地想着, 然后挥挥手, 道, 另外在新人大典上, 我也会宣布以后风格成员的新待遇, 从今往后, 风格不再是垃圾收容场, 我要那些天娇挤破头都想要挤入我风格。 不过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往后风格要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 每年考核若是不堪者, 将实行剔除。 我不希望我用这些归原宝币 养出一些无用的米虫, 若是没本事, 那就尽早离开, 不要浪费资源。 听到周原这豪言壮志, 依秋水却是已经连忙提醒道, 你可不要乱来, 虽然风母文收入不错, 但只能局限于风格, 所以要比彩力, 咱们还是比不过火格的。 火格敢提升待遇, 那是因为捕横文在支持, 而捕横文适用于四格, 虽说在风格的效果比不上风母文, 但对于其他三格却还是无可替代的。 他担心周原为了面子强撑, 那样到头来必然会被火格生生的耗死, 一旦到了那个局面, 一切可救毁了。 而至于严格考核, 他倒是非常的支持, 那样会令得风格内充满着良性的竞争力。 周原点点头, 嘴角露出一丝神秘效益, 放心吧, 我自有打算, 以后, 我们风格, 就是四格最富的仔。